商务好 很荣幸能够参与咱们云原生的开源社会 然后去分享中国农业银行云原生平台的实践 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全中国top4的一个大型的商业的一个集团 技术在变 云原生的技术在变 但是始终是我们商业银行的基础设施的需求 从来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这个需求主要是有四个点 第一个点是韧性 就平台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 只有平台的稳定才能保证客户账户交易的稳定 那么第二个是说在数字化转型的当下 那么敏捷的资源交付和敏捷的业务富人 其实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效能 那么在当前整体的经济的一个发展中 其实我们现在从原来粗矿式的一个运维的管理 现在慢慢再转变到精细化的一个运营的管理 更专注在成本的集约 更高效地去服务于整体社会的低碳的一个贡献 那么在这个里面 其中它始终在意义贯之的就是安全的一个建设 因为整体上只有银行的安全 才有是说咱们每个人钱袋子的一个安全 那么云原生在银行的实践的过程中呢 主要其实是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其实是云原生1.0 云原生1.0的话主要是以云原生容器 KPX的技术是为主体 那么云原生2.0更专注的是说在全站的云原生 那么最后发展到最后的话 其实至关重要的就是将技术以及平台融合在一起 去贡献一个整体的企业内部的一个生态系统 更好的为客户提供开箱机用的银行金融服务 然后更便捷地可以实现算力的一个交付 那整个龙航云原生平台的建设呢 其实是在合规监管的一个主体下去做好金融业务的创新 去做好集约化的管理服务于场景化的一个金融体系 那么龙航的建设 云原生平台建设主要是从20年开始 然后一直到现在在2022年呢是确定了 是应用全面云原生化主要的技术战略 那么当前龙航的云的一个平台是形成了四朵云的建设 从开发测试从生产环境到集团到生态 那么这样子的话能够满足龙业银行 它的总航的业务分航的业务集团的业务 以及服务于社会大众的一个业务 那整体上龙航当前的云原生的平台 其实它的功能其实也是按照CNCNF的一个体系 然后去做的一个构建 那么可以说是可以称为一体两翼 那么这个一体呢主要是说云原生平台的主体的这个功能 它其实就是作为一个顺忠性的云操作系统 向下实现了技术设施的统一化的管理 然后向上去给应用提供一个敏捷交付的运行环境 去提供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技术生态 那么同时应对整体的云原生的整体的挑战 那么是我们针对相应的企业级的运维平台 以及企业级的安全平台 去做了一个全量化的建设 那整体龙航目前建设的成果呢 其实我可以是用三个程度去做一个表示 那么第一个程度的话 其实是云原生用的一个广度 那么当前整体的龙航80%的应用 都是云原生化的 从现在的对客的业务 以及对工的一些业务 都已经实现了云原生化 然后当前正在做的一个主体的一个工作的话 就是把那个银行的核心交易 让我实现一个云原生化 从规模的角度来言 它的规模体量其实非常大 目前其实我们已经是拉管了 全行3D的 3D不同税中心的全量的一个资源 然后那个富人可以富人分行 可以实现一个分行的一个整体边缘设备的 统一化的一个管理 那么从功能的角度来言 其实就是基于云原生2.0的一个基础设施 然后向上提供一个开箱机用的一个 机用化的一个服务 那从那个第二个程度呢 其实就是云原生用的一个精度 是我们积极参与产业测的标准的一个制定 以及那个标准的一个评估 那么在去年 去年底的时候 其实这也是参加了那个中国产业测的标准 是云原生成熟度的标准 那么当前从整体的技术架构 从业务应用和安全架构 然后都已经实现了一个先进级 那么当前这也是 应该是在中国金融统业吧 应该是唯一是通过了三大体系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那么同时说我们是基于主体的云原生平台 也会在上面去建立service的平台 去致力于分行的这些敏捷的这些特色业务的发展 那最后一个程度就是一个深度 因为当数字化转型的深水期余的话 其实就是银行的核心业务 那么当前农航正在致力于 把核心的账务交易系统实现云原生化 那么当前其实说我们目前已经 百分之核心是跑在云原生的平台上面 当前最高的日交易峰值的话 是可以到达19亿笔 而且说我们通过荣灾平台的一个建设 是可以在金融业的信息系统的切换演练当中 说我们实现了38秒的一个意地切换 那么当前同时说我们龙航的信用卡的账户的话 大概三亿个账户其实是单轨去跑在云原生平台 其实这也充分去证明着云原生在金融业 其实是在不断的应用过程中 而且它的整体的技术方案是可行的 那整体龙航云原生的建设的话 可以用三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的话 其实就是跟非凡的企业合作 那么非凡的话我觉得 我现阶段应该是 这种企业应该是很少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发展创造了 那么这个发展的话 其实主要是基于龙航的整体的 运维研发 栽培安全的一个体系 去构建一个稳定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平台 那么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创新 那么这个创新的话 其实是致力于龙航整体云原生生态系统的一个创新 然后去构建 去提供一个开箱技用化的一个服务 那整体的实现的一个手段的话 其实是我们是叫一加四的范式 那么以全部云原生化为核心 那么去构建一个智能融合安全绿色的一个云原生平台 那么首先是安全的一个云原生 是我们这也是结合龙航那个四横一纵的安全的体系 然后去实现 基于云原生去实现边界防护 内网的防护 还有系统防护 以及终端的安全 这样子的话 是构建了一个兼顾的安全的一个堡垒 然后同时是通过安全运营平台的一个建设 能够实现安全的可发现 可阻断 可审计 那从云原生的安全的那个角度的话 是我们其实也是基于那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建设 实现了从开发测试的 首先就是全流程的安全的一个左翼 实现镜像的一个扫描 以及镜像的一个阻断 那么到了生产上的话 首先是我们会有那个 其实CIS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核位基线的一个检测 然后运形态的话 是我们会有容器安全的一个运行平台 然后可以去发现一些容器级别的一些安全的一些事件 就比如说陶翼啊 它的一些突破进程的一些提权啊这些 那同时就是通过那个安全运营平台的时候 我们也把那个容器的安全的这些事件 跟那个行内的体系去做了一个整合 韧性的原原生的话 其实是在行内是构建了一个多单元的一个容灾体系 那么这个容灾体系的话 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做一个概述 第一个是平台的一个高可用 平台的一个高可用的话 首先是满足龙航跨中心的容灾的一个设计 然后在上面去构建 就是区分的一个 就不同的一个资源池 那么这个资源池的话 是可以防止单主机 单机柜和单交换机的一个故障 那么在上层应用的一个部署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实现那个跨资源池的一个反清核 然后同时是说是我们对于那个分支的核心的业务的话 是构建了在同一个单元会构建双基群 然后以及是说多基群的一个架构 那么这样子的话 从日常的运维的角度的话 是能够满足比如说像那个基群的升级的这种场景 我能够不会去影响到我的交易的一个服务 敏捷的云延生的话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对银行的金融的业务的话 就是能够快速地去供给相应的一个算力 那么通用的一个算力的话 就比如说是我们是会有一些纪念币的预约 包括前两天的那个存量房利率的一个调整业务 其实是通过快速的算力去做的一个保障 那么同时是对于GPU的这个算力的话 是我们也在内部也是构建了其他的ABC这样的平台 是服务于像一些客户的一些问答 以及包括是说内部的一些故障的一些诊断 那从那个效能的角度来言的话 其实就是实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运营 那么那个效能的话 其实说我们也是通过两层面的一个建设 第一个就是平台层面 平台层面的话会综合去利用底下的这些超分技术 然后以及是说跨资源池的一个资源的一个调波技术 因为是我们是要把那个在线业务和离线业务实现一个混合 就比如说开发者他去申请的粗矿式申请的一个资源 变成了一个精打细算的一个资源 那么同时是说为了像这种突增的业务的话 是我们通过那个弹性的这样子的一些技术 然后去实现 就包括一些开源的那个KDA的技术 那么整体上通过那个综合相应的技术的话 是我们是让底层的资源的话 其实使用率是提升了一倍 那从那个运维的角度外 其实是构建了以配置管理式为中心 然后是构建了一个整体的可观测的 一个自动化运维的一个体系 那么从那个其实是对于大型的商业 商业银行角度的话 其实我觉得CMDB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如何构建实时同步的一个CMDB 其实我觉得是至关重要 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其实也是利用到云原生里面 比如说像开发IS里面 利斯洛洛学的机制 是我们能够实时地去做一个对象事件的一个订阅 能够实时地去补获 去增量地去补获一些配置 那么这样子的话能够保证配置它是非常的精准 那么在上层的话是把相应的监控的数据 去在上层去做了一个关联 跟配置去做好相应的关联 包括操作也是去实时地去根据CMDB 一个配置信息 然后去做的进准化的操作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实现是说 平台的底层资源的统一化的管理 然后以及上层应用的统一化的一个运维操作 那么最后的话是我们其实 这也是在建一个融合的云原生 就是把那个算数制的这个全量的这个能力 然后去实现一个安需的一个供给 快速的一个供给 那么这里面其实主要就是对于目前非常就是很 很流行的GPU的计算 那么是我们针对GPU的计算呢 其实是会分成两部分 那么首先从那个大模型的训练的话 是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多于多卡的整体的GPU的一个调度 那么这里面其实也会用到一些开源的Vecano的一个技术能力 那么同时是我们会去关注是说 针对像这种推理的场景 那么如何去做好资源使用率的一个提升 那么这一块的话是我们会把相应的GPU的整体的一个资源池 去从GPU虚拟化的角度 然后去为一些小模型的训练 包括一些推理的场景 然后去更好的去做一个赋能 然后更加集约的去做好相应的一个使用率的提升 整体上的话是我们其实 目前在龙航云原生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战略 那么未来的话是我们也会以新一代的云原生的技术 然后去支撑银行数字化的一个转型 同时是我们也会跟产业测 会跟那个开源的技术社区 然后去做相应的一些学习合作 致力于咱们整体的云原生平台的一个发展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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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